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外科专科医生 謝俊耀医生 讲一下怎样预防胃酸倒流 讲胃酸倒流之前 不如我们探讨一下胃酸的作用 仔医生 我相信胃酸说明是酸 负责摆食物是否帮助消化呢 是的 当食物进入胃的时候 它需要消化的 而通常胃里面有些细胞是做胃酸出来 亦都是有些细胞会做蛋白煤出来的 这两个东西加上就可以将食物消化 将它融化了 然后慢慢慢慢就摘到十二支腸的小腸去吸收 为什么胃酸会这么不听话 这么不乖 不留在胃里就会倒流 涌回来吃到呢 不关胃酸的事 通常是人不乖 是的 胃酸的作用 刚才说了 但是有时候胃酸 为什么可以防止它 走回来吃到呢 就是靠个粉末的 粉末就是吃到 隔着胃的地方 它很有趣的 它本身不是一个杂 但是它有几样东西 譬如胃酸到胃酸 进了腹酸 其实也有大概2cm 再加上角度 和里面那些黏膜的排序 会令到粉末的作用非常之好 胃酸不会走回上去 但是由于有时人的饮食习惯 不太好 譬如喜欢喝酒 喜欢吃到很饱 由于太辛苦 太多了 我奖励自己吃一餐好的 然后又吃过宵夜 吃了 我吃自个餐 吃到很饱很饱 顶到上心口 这些全部都是会引致 有胃酸倒流的情况发生的 另外有一些 喜欢喝一些带气的东西 啤酒 汽水 或者一些咖啡因的东西 有时都会影响到 粉末的运作 这个是一个 比较简单而明白的 其实它没有真的厚得出来 那么多 它的作用就像我刚才这样说 有时粉末走上去的横脚膜上高 这个就是一个散气 这个会增加胃酸倒流的情况 另外吃得太饱 然后睡低 很快地睡平 没有几个小时 有时通常我们说是需要三个小时 才可以将胃里面的食物 完全消化了 还有排在12指墙上 如果你太早去睡觉 食物残留了一个胃度 那你睡平了 这个也会比较容易 是引致胃酸倒流的 所以有时胃酸倒流的痛 我们经常都问到这些病人 通常都是半夜发生 而引致忽然间火烧心 心口痛这样的 嗯 那无言之就是说我坐在那儿 或者我站在那儿走路的时候 应该就不会有胃酸倒流的感觉 那会少很多 如果这样都胃酸倒流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有胃酸倒流的病人 晚上痛得多 首先他们未必会找医生 但他们一定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躺下 是坐在那儿躺的 那些人去到 那在什么情况下 或者是严重到什么程度 才会站在那儿 都会有胃酸倒流 如果你的粉末缩缩了上去 有个散气缩了上去 那其实已经不是 那份门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而是根本上的胃酸 可以形成那些胃酸反初回上去 那当然了 如果你的胃有什么问题 那些东西下不了价 都会引致胃酸倒流的 有什么病征呢 因为刚才阿姐医生也有说到 有火烧心 火烧心是不是初期的病征 还是你感受到火烧心 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征兆 那又不一定的 这个胃酸倒流 其实全名叫做 胃食道反流症 那其实都是这些东西翻过头的 那基本上 那有两个类型不同的症状 刚才你说的那种 是一个我们叫典型的症状 很典型的 个个都会说的 一条火龙这样 合回上去 一路戳着 甚至乎有些酸水吐出来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也有一些 我们叫做非典型的症状 这个就很欺人的 因为它的症状不是真是很明显 比如说是什么 胸口痛 有些人觉得 没有我没有火龙上去的 但是这个胸口会痛 会吻住痛 也都不一定要是半夜的 那有些人觉得自己心脏有问题 就很害怕的了 那也都有一些病人呢 那个感觉上就是 那个喉咙 有个东西在这里 咳来咳去咳不出 有没有一口痰呢 但又咳不出 有些人就会觉得 口睡醒觉有点酸味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是觉得 没有啊 总是觉得 整个口腔的咽喉 都是不自在的感觉 那这些人呢 全部都没有那个火焦心 那个问题在那里 但是当他见了医生 再做了一些详细的检查 发觉到最后呢 其实都是胃酸倒流人知的 这些医生 我突然想起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就是 好像我儿子 小朋友或者嬷子 他们都是躺在那里喝奶奶 或者是临睡前都会 喝一瓶奶奶才睡 但他们又没有说 坐起床 等三个小时 那些奶奶下去才睡 就没有了 那小朋友是不是 就是不会有胃酸倒流的情况呢 首先来说 小朋友我们是不知道的 他都不会告诉你 他有胃酸倒流的 还有你想想 如果是食母乳的小朋友 其实吞下去的气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所以素风很多时候 食母乳的小朋友是不需要 或者掃不到风的 喝奶瓶那些 其实路人家都会教你 但他先掃了风 而且奶是流质来的 其实流下去都比较容易 而且分量不大 通常我们叫有胃酸倒流的病人吃东西 你不可以多吃个七成饱 七分饱我们就叫做额满的了 什么十成饱 你真的想都不要想 那些真的会有很严重的症状 那小朋友吃支奶 多数都不会吃到十成饱的 亦都有些人的说法 譬如以香港为例 是一个很大压力的一个城市 所以一大压力的时候 胃又刺痛 亦都会导致胃酸倒流 所以这个精神压力 会不会是其中一个病因呢 会有影响到 但是不是直接 反而精神压力会导致很多人 去吃东西 去疏压 一个间接的因素 饿饿又吃 饱又吃 开心又吃 不开心又吃 吃到很饱 那反而是一个间接的方案 总有一个吃东西的理由 没错 所以香港的情况 是不是都算越来越普遍 因为开心不开心 总之什么情况下 吃东西 我们的饮食习惯又很西化 现在都吃很多的垃圾食物 没错 宵夜这个真的跑不掉 所以现在大概 譬如香港的普遍情况是怎样的 现在香港都很普遍 根据一个研究 其实大概香港现在 可能有超过百分之十的病人 每个月都有一次胃酸倒流的感觉 这个相比以前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胃酸倒流的影响 除了说火烧心很不舒服之外 你接着胃的就是食度 如果它涌上你下下 你都可以形状化 例如一条水喉 你下下用一些强水或者酸性的东西 咬它 它都会烂 没错 所以食度是否都会很受影响 绝对的 通常来说胃酸倒流严重的病人 是会引致食度 会有食度盐 食度溃养 这些其实你做内规镜 我们会看到的 甚至乎会有出血的情况 这个也有机会由于长期的食度 受到胃酸的侵食 它的黏膜是会出现一个变化的 由平时我们看到的轮臟细胞 变成一些类似胃的管状细胞 而这个就是巴洛士食度症 这个情况如果不得到改善 或者医治的话 其实是会增加患食度癌的风险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胃的势力范围 扩张了上去食度的下半部分 没错 但是它慢慢就会有些病变 没错 就会引致食度癌 连这件事比较在外国的病人 会见得多些 因为他们胃酸倒流的情况 和巴洛士食度症的情况 是比中国人或东方人来说是严重的 既然胃酸倒流 是与胃酸分泌都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就想 我吃东西那方面可不可以着手 譬如我吃一些简性一点的 或者不要吃一些酸性一点的 这些有没有帮助的呢 分开两个来看 酸性一点的你讲得对的 太过酸性的食物 譬如柠檬、橙 尤其是胸腹的时候吃 是会有绝对的影响的 譬如吃水果 有时我们就会选择一些 简性一点的水果 比如香蕉、瓜类的水果 就会比较好一点 简性的食品 很多时候我们的简性食品 就是胃汤喝奶 喝奶就可以中和 没错它真的可以中和到胃酸的 但是奶里面的蛋白质 和奶里面的钙质 本身都会增加胃酸的分泌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不如你喝豆奶 那就会好一点 那就是说完全不吃酸的食物 经常吃简性的食物 都不行 反而会更加差的 那情况 有时是可以的 而且胃酸的制造 也不只是靠一个 所谓的中和就可以的 有时我们也要靠药物控制 胃酸的制造 详细来说 药物如何控制到 或者去到什么情况之下 要进一步的一些治疗呢 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请教下借医生 有人问我 这些长者 为什么不吃烟 不喝酒 不暴饮暴食 都会有胃酸倒流 其中一件事 大家要考虑的 其实就是病者 有没有吃什么药物 比如亚氏不灵 雷锋汁性关节 不吃的思炎止痛药 高血压的药物 医治骨质疏松的药物 和一些医治情绪病的药物 都会有机会引致胃酸倒流 继续飞开有条路 谓胃酸倒流 究竟是怎样去诊断的呢 阿姐医生是否相对的简单 因为胃酸倒流上去食道 那你看一下食道那里 有没有损 有没有痕迹 那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没错 如果我们做胃镜的时候 看到食道没端黏着肤门的组织 是发了炎 有潰瘍 其实很大机会都是胃酸倒流人士 但刚才也说了 有些病人 症状是非典型的 而我们做胃镜的时候 也都见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说食道是损了 或者发了炎 那是不是这些人 就没有胃酸倒流呢 又不一定的 所以其实都有其他方法 去看看病人有没有胃酸倒流 这个其他方法是什么呢 有些仪器是可以放在食道那里 量着食道和粉末的压力 和食道的酸碱度 但这个都是一些比较不舒服的方案 因为你有两条小小的电线 就黏着鼻孔的鼻孔走出来 可能要背肌 所谓要背24小时 去看看整个整体的情况 当然有些比较再先进一点的检查 就可以monitor到 大概48、72甚至96小时 不过那些香港的力量比较少用一些 如果那些精作是比较明显一些 哇火小心的 我不用来看看 郑医生你我都知道自己是胃酸倒流的 那我就在市面上买一些所谓的 会有一股膜 保护着胃的 防止胃酸倒流出来的 那那些药是行不行的呢 那些药是绝对帮得到手的 在症状上高 因为它中和了胃酸 也有些药物真的会有一层保护的膜 那你就会立即舒服了 不会太过辛苦 但是那些药是不影响胃酸的制造的 所以长久来说 它是不会真的医得好你的病的 而需要医好的病呢 我们需要吃一些第二些的药物 我们俗称就叫做 PPI 其实就是一个叫做质子泵的抑压剂 那这些是会防止或者阻止胃酸的制造 那给一个机会选择的地方好 它的原理是怎样的 它是误度胃 或者是压抑压剂 不要让它弄胃酸出来 其实不是的 因为要一个胃酸的形成的胃度 它需要一个特定的程序 而中间有一个叫做质子泵的东西 是令到胃酸 我们叫做HCL的胃酸是形成的 这种药物是在中间打断了这个步骤 令到它制造不了胃酸出来 但是这个药打断它 我估计不是一打断 即是很像那些磨合片 啪的骨断了 那就算了 它是不是应该长期去吃 去不断去截断那个制造过程 通常这个疗程 我们说的是两至四个星期 但是有很多病人吃了这些药 几天之后 已经有很明显的进步了 那几天之后 譬如它的明显的进步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 还是继续那个疗程 就像我们吃抗生素那样 吃完这个疗程才算 否则它很容易翻发 胃酸倒流 本身来说 要医治 其实不只是靠药物 我们经常都会跟病人说 是药物加上一个生活习惯上的改善 药物只是给你一些时间 让你去改善你的生活习惯 如果生活习惯不改善的话 譬如你减肥 衣服不要穿得太紧 不要吃得太饱 不要喝那么多刺激性的 譬如咖啡这些食物 如果不是的话 吃药的时候你是会好一点 一停了药 那个症状就会回来的 应该胃酸倒流 就是吃药就已经可以解决那一步了 不会说严重到需要做手术 在胃上不知怎样做些东西 可以减胃酸的 是有机会需要动手术的 这个PPI 其实我们是不想病人是长食这一只药的 其中有一些原因 因为有美国做过的调查显示 有证据去支持 如果长期吃这只药物的话 是会增加女士骨质疏松的机会的 另外很有趣的 你觉得这只是胃药来的 吃了应该对胃好 但是又不是的 我们曾经有研究工作 做了一些资料的搜索数据 长期吃这只药的病人 患胃癌的风险 是比不吃这只药的病人高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只药我们是不想病人是长食的 那有些人好了 不可以了 真的不吃不行了 或者有些原因令到他需要动手术的 那其实我们这些手术是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微创的方法 将粉末那里收窄一点点 那然后如果有一个散气的话 我们都可以将散气的逢保 那这个也有效地 是可以令到胃酸倒流得到控制的 但是是不是个个都做得的呢 因为个个构造都不同的 就是你收窄了 你要量度得很准确的 反正太窄的时候 那些东西又不能进去 没错 你说得非常之好 其中一个做完之后 可以发生的问题 就是做完之后 不是胃酸倒流 不只是胃酸倒流控制了 而是吃东西有时落格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另外有时变成 你会觉得个人会觉得非常脏 因为有时你想打压 那些气是走不了出来的 也有部份的病人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只是好一段时间 迟些胃酸倒流又会回头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会第一个的选择 它回头的原因是什么呢 既然粉门已经是窄了 它是大力到可以溶上来 因为通常来说 我们做这个粉门收窄的手术 不是做 complete wrap 就是不是整个圈围实它 我们只是做大约四分之三 如此,所以有时强久之后 病人是会有机会 因为这个原因而胃酸倒流 如果想预防 不想有胃酸倒流 是否真的只是在饮食上控制得到七成八 就已经可以永远都不会有这个胃酸倒流出现 这个是一个开始 比如咖啡因的食品 巧克力、咖啡、红茶这些 全部的咖啡因的食品都会有机会引致胃酸倒流 中央肥胖症的大肚腩 或者穿衣服非常喜欢穿衣服是很紧的 这些全部都是有影响的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健康生活 全部都是其中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穿衣服紧这一样 我们就刚才没有一点提及了 它的原理是否就是它扎着胃 所以它有些什么都是一些物理上的原理 就迫上去的意思 你固執太紧的话 你增加了肚内压 增加肚内压就会压到胃 从而就会比较容易有胃酸倒流 所以有时候那些腰风 其实我之前我也试过 比如结婚的时候 你想腰再瘦一点 扎得多 或者有些人长期使用的时候 都有这个风险 会有这个问题的 那手术就是可以做个粉门那里 没错 但是其实胃酸的分泌 质脂泵那里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一些功夫呢 它是可以令到你长时间的胃酸制造少了 那你的胃酸倒流自然就是会少了 因为根本没有胃酸走出来 但是刚才说了 胃酸其实本身有个用途 是帮助你消化成物的 所以我们都不认同是长期服用这种药物 刚才提到吃宵夜就会增加 这一个导致胃酸倒流的风险 但是好像我们这个穴 不吃宵夜就真的有点难 有时工作做得很晚 那有没有说吃完宵夜之后 多长时间才去尝试睡觉 或者睡觉会好些呢 通常我们来说是三个小时左右 三个小时的空档 就应该有足够的时间 让食物消化和排在腸上 很多人都提倡要早点吃晚饭 起码都不要9点 因为你12点睡觉 你9点才吃都未消化得及 没错 而且就算有些药物的帮助 因为刚才阿泽医生都说 不能够长期服用 所以服完一个療程之后 其实很重要的 都要看你的生活习惯 作息是怎样去改善 没错 还要把我的压力降低 因为那是其中一个 令到胃酸倒流增加的原因 因为压力是可以增加胃酸的製造 所以有时压力大的人 都会有胃痛 就是因为压力会增加胃酸的製造 增加胃酸的製造 就会容易有胃酸倒流这个问题 所以在生理上和心理上 两方面都要下手 去做这件事才可以减低胃酸倒流的情况 好,今天多谢梓先生 我们下一集的 FIT开有条路再见 拜拜 拜拜 普遍很多都市人都有圆肩、航背等问题 这几集我会教大家用橡筋带 去做一些训练 去改善我们这些问题 接着会教大家做一个动作 叫肩膊环绕的动作 这个动作 首先我们捉住橡筋带 最外側的位置 我们直手捉住橡筋带 现在做一个环绕动作 慢慢向后 大概去到我们背脊倒的位置 这个位置吸一口气 呼气慢慢向前 过程当中 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肩膀 空肌会有一个伸展的感觉 一样我们低位的时候吸一口气 呼气的时候上去向前 同样做 我会建议大家这个动作做15下 大概2至3组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